大家好 現在是在阿裏普蘭縣的香柏林寺遺址 這個地方據說也是以前布蘭王朝的王宮遺址 它就是在這個普蘭縣的西側一個山頭上 布蘭王國是阿裏三維之一 阿裏三維是指土布王是後代在阿裏地區建立的三個王國 公元十世紀 土布王朝末代國王朗達瑪因為禁佛 被佛教徒刺殺身亡 土布王朝隨即土布瓦解 王朝失去了對西藏大部分領土的控制 而王朝內部則在王位繼承人問題上爭鬥不休 最後有兩個王子瓜泛了衛藏和後藏 永當戰績拉薩 沃松戰績後藏並控制著土布祖地雅隆江一代 沃松死後 其子貝考占紀委 紀委18年後被治下的小邦聯合推翻 他的兩個兒子被迫向西逃難 大兒子逃進了外婆的懷抱 最後成了有莊園的貴族 小兒子吉德尼瑪滾則帶著一眾隨從向阿里挺進 成了一個露破的冒險貴族 尼瑪滾以著名的龐馬雍挫為據點 很快取得了普蘭一代的統治權 再以普蘭為根據地向西擴張 最終征服了包括今天印度拉達克在內的阿里全境 尼瑪滾真的滾了以後 他的三個兒子瓜分了布蘭王國 大兒子占列城統治拉達克 二兒子占普蘭統治布蘭故地 小兒子占扎達統治骨格 三個兄弟王國合成為阿里三維 三維後代相夫兼併 普蘭的布蘭拜扎達的骨格兼併 隨後骨格又拜拉達克吞併 這個兼併過程長達五六百年 中間還有為今天尼泊爾的亞洲王國插了一腳 但與我這次的行程關係不大 暗下不表 清朝初年掌握西藏政教大權的格魯派武士達賴 派甘丹才望率兵襲 打敗了拉達克軍隊 拉達克從此臣服於格魯派的甘丹普蘭政權 失去了對阿里其他成屬小邦的控制 甘丹才望是蒙古人 出征前在扎神人不適出家為生 打敗拉達克後 覺得自己的殺業太重 就在普蘭布蘭王宮旁修建了香伯林寺 所以香伯林寺也叫懺悔寺 當然這是後世信徒的傳說 其實香伯林寺是心法的意思 香伯林寺是普蘭帝座格魯派寺院 格魯派是政教合一的宗派 政權所及寺院緊隨 大概才是真正的原因 下面就是普蘭縣城 普蘭在藏語中意思是雪山環繞的地方 這個地方確實如此 到處都是雪山 這邊全是雪山 翻過這座山就是尼泊爾 然後這邊出去就是印度的百阿坎德邦 這是三國交界的地方 這條河叫做孔雀河 現在是秋天這地方看的很光亮 其實它是阿里的糧倉 因為阿里這邊平均海拔是 4500以上 大部分地方是種不了庄稼的 這個河谷大概海拔在3800米左右 是可以種庄稼的 在阿里可以種庄稼的河谷並不多 所以這地方被譽為阿里的糧倉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當年不讓王朝才從這兒開始 尼泊爾瑪館才從以這裏為根基地 然後從這兒開始向西擴張 這要尋找 這個山頭上風太大了 我現在躲在這個牆角裏面 那個風造的特別大 如果出到外面那個地方 你根本講話都聽不到 你自己講話都會自己都聽不到 被那個風給吹掉了 對 還在這等一等吧 這個布藏王朝 只能算是偏洋西部的一個小王國 不過它出現了兩個對藏文化 影響非常深遠的人物 一溪臥河 仁清桑布 這兩個人物是藏傳佛教後侯時期 對佛教的父親做出很重要貢獻的人 土布王朝崩潰後大概100年左右 佛教又開始在藏地的阿里 和康巴安多地區開始復興 阿里地區被稱為上陸復興 康巴和安多地區被稱為下陸復興 而上陸復興的重要工程 就是一溪沃和仁清桑布 一溪沃本來是布藏王國的古王 後來他把王位傳給了自己的弟弟 自己出家全心修佛 並且他還派了幾十個青年 到尼泊爾河印度去留學 仁清桑布就是這幾十個青年當中的一個 仁清桑布學成之後回到阿里 在王室的支持下 他發言要修建108座事業 到底這108座事業修在哪裏 這個傳說就非常多了 但是有三座事業非常出名 可以算是阿里三圍的王家事業 一座就是在普蘭的柯家寺 另外兩座分別是古閣王朝的托林寺 還有一個是在拉達克的涅馬寺 拉達克因為大部分領土屬於印度 我現在暫時是去不了了 這個托林寺到時候我們拍到古閣王朝遺址的時候 我們會去拍一下 這個客家寺就在普蘭縣城以南15公裏 一個叫客家村的地方 現在我就要去客家寺那邊去看一下 剛剛在這兒一直在這兒等風停了 因為剛剛起風了 風太大不敢飛 等一下怕把這個飛機給吹走了 這個就是客家村了 也是客家鄉的所在的 這個地方就是客家寺 然後往前面這兒走走到這個 有一條路往上面岔那裏 就是檢查站 有個邊防檢查站 那也就過不去的了 那你有邊防這裡也不能過去了 大概在前面這個山口就是國門了 每天會有很多印度人和尼泊爾人 就通過這兒 進入到中國來抓那個 鋼人波旗 我現在是在客家寺裏面 剛剛已經到大殿裏面抓一圈了 可惜它這個大殿裏面是不允許拍攝的 因為它這個客家寺就在這個客家村裏面 全部是這些客家村的藏民 所以在幾十年前文革的時候 這個寺院就被改做 大殿被改做了 糧餐就得以幸免 是目前中國為數不多的古寺之一 是真正的古寺 真正的古建築 要是它允許拍攝的話 這座寺廟完全可以做一期節目了 它那個大殿的正門上面 那個木雕大概也是跟這個寺廟差不多同時期的那個雕塑 還有個很重要就是 它的那個牆壁上保留了很多藤卡壁畫 我本來是想做壹期有關藤卡的視頻的 但是這個藤卡因為它時間長流派多 你想用壹兩期節目去說清楚 大家那個收集素材就是非常麻煩的事情 因為我在去年在尼泊爾的時候 我就拍了不少素材 當時就覺得素材不夠 就想著有機會進藏的話 然後在藏期再收集素材 它這個客家寺裏面的壁畫 就算是 唐卡當中骨骼壹細的 很重要的那種 算是飼料了 那顆葡萄有沒有籽的 有沒有籽的 這個沒籽的 我嘗一個啊 你怎麼打的 多少錢 27塊 27塊 嗯 等一下我拿著蚊子去過來 拿個掃一下 我們要拿沙發的東西 他要拿沙發的東西 我去飯學店也沒時間就要賣了 他媽去飯學店也沒時間就要賣了 今天來了 今天剛到的 你們是全國各地跑嗎 對對對 這就是他們客家四門前的廣場 現在平時基本上就是停車場 前面還有壹個攤販 那個是新疆的 賣那些甘果水果的 每年他們這裏有壹個很重要的活動 就在這個廣場集辦 就是俗稱男人街 獨一無二的 在這邊的男人街 這男人街啊 他是在公立 他葬禮每年的 2月10號 11號開始 那就是大概是在公立的4月份左右 每年的4月份左右 男人街啊 當然是後面這些年輕人的一種 算是一種戲程 你可以算是對一種傳統和現代的對話吧 是因為三八婦女節拜這些藏民普遍介紹之后 他們就把這個傳統節日啊 就把它說成是男人街 因為在這個季節 在這個節日當中 他們持續一朝 基本上就是男人在喝清喝酒嘛 女人在服侍 女人基本上就是在道啊 在旁邊服侍這些男人在喝清喝酒 其實就不能算是說這邊男人翻身的一種表現 他這個節日從傳統上講的就是 女人就一直沒翻身 因為這個是以前 一種攘災起伏的一個祭祀活動 當時也是 因為這一代是阿里的糧倉嘛 這邊清歌比較多 然後他們每年封燒的時候 慶祝風燒 攘災起伏 有這樣一個慶祝的節日 就喝這個清喝酒慶祝嘛 其實它就是這樣一個傳統節日的節日 聯繫然後演變下來的 他們這邊可能三八婦女節 也會在有一些婦女們也會舉辦一些活動啊 所以就以這個婦女節對話 他就把這種傳統的節日說成了男人節 那一個星期蠻熱鬧的 但是這個呢 除非那個季節你正好在西藏 或者是你專門專程過來看 那還可以 這個東西每年就一次嘛 你平時也碰不到 像烏棚一樣這條街 但是以前 那邊藏民傳統的那種民居 然後這邊旁邊蓋了個編帽市場 他們就把它改成小商鋪了 像這個很明顯 就以前的老房子 這邊出去那個很乾淨的現代化 主建到政府蓋了 然後出租的 這邊應該都是藏民人家的 你應該是漢人吧 你在這多久了 這這十多年了 難怪你會跟他們講藏語 你是哪一人 我是南州 南州的 幫他小孩買東西 會講漢語 會講漢話嗎 好 看著 看著 你 謝謝 哈哈哈哈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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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家裡有四十字的了 赖给他了不是 没了 几年和印度有100人多 你是在这边做生意的吗 我们在这边干活的 这些全部刮了 要把他拆掉 这个也要拆啊 全部拆了重新盖过 那些藏民是盖了之后再改那些藏民 还是国家要重收回去了 这边重盖嘛 他们就在那边去了 就把他们迁走了 那边马上就做好了 看下这个地方就是边茂城 那两排房子 然后这边呢 就是一个传统的藏族村庄 被这个边茂城给带动起来 这边这个藏族村庄就 全部变成了一个边茂小城了 我刚问了一下 一个商贩 他们说是 这个边茂城里面 主要是尼泊尔人和印度人在租啊 我这两天在那个街上餐馆里面吃饭 跟那个餐馆的老板聊啊 他说这个街上这些建筑 全部是政府的资产 他们全部是跟政府里面租的 所以他们有个很好 就是他们在这边待了十多二十年 那个租金都没有涨的 一直是八百块钱一个房 一间房这样 他们一向那个餐馆租了三间房 三个铺面就 就连一个月就两千多块钱 老板 你这有那个502交水吗 有 多少钱这个 两块钱 你老家哪里的 我云南的 云南的 你呢 我甘肃添水的 甘肃添水的 你是汉族还是鬼是吧 汉族啊 汉族啊 这牌都是汉族的 棚子是藏族 藏民的 这生意卖的话 就只要卖给尼泊尔印度那边是吧 对 这边是内地人多是吧 这边做生意的还是 这边主要是 我看哪里的 四川 荷兰 甘肃 哦 这三地方 你们云南的也有 云南的也有 都只要是卖这百货给尼泊尔印度 这些主要是我们甘肃人的 这些主要是你们甘肃人的 四川人卖什么 四川人开发电 那边开发电 那个还有什么 荷兰人 开超市 他们说是那边建一个批发城 要你们全部搬过去是吧 对对对 明年就基本上快搬了 这个地方就不允许你们在这开了 本来这个就临时了 你看看现在中国多发达了 还住的是六七十年代的房子 那个藏民不就没收入了吗 你帮人家这个地征收了 你肯定要赶钱 就像内地一样 但是那边是属于政府修的吗 那边属于政府 那收租就政府收了吗 对 这边的话 这就只能补贴一点给藏民 给他们村子啊 前面 瞧对面这个就是新的编帽批发城了 就我刚刚在那边看的那些商铺 全部搬进来这里 这政府建的 现在离开普南县了 然后要往渣打县那边走 那边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